拆除到一半的天王新大樓 严重倾斜只靠着外头四根钢梁支撑 在后第五天拆除作业 却因连日余震及降雨频频喊咖 已经进行了四支的行钢支撑 今天预计还有两支行钢 总共有六支要去做支撑 所以我们今天上午呢 还是在做这个行钢支撑的工作 强调安全无余才会动工 最怕危机到一旁的立香酒店 仅仅将来一支行钢梁增加到六支 而工程一再延宕也影响住户 领取已失误进度 可能每一支长度都不一样 所以必须先测量它可以支撑的这个距离 去加工裁切到它适合的长度 然后再去做处理 所以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也比较花费时间 由于建屋倾斜导致钢梁需要 因应支撑的大楼方向进行调整 预计需要下午一点开始复工 但受灾户已经等得幸好累 赶快裁除不要这样耗着 这样耗着我们很累 拖很久很累真的 有卡住了 真的卡住 原本想说顶多一个礼拜 那小孩拖拖拖拖拖拖了 一拖越久我们越累啊 是不是 我们安顿没办法安顿啊 住户忙着申请受灾证明 领取相关救助 不过一家人后续要如何安顿 人事大问题 所以又继续住嘛 今天第二天啊礼拜一 对了 住完又没有了 这下会担心后续没地方 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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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心啊 当然担心啊 怎么不担心呢 住户交集权都写在脸上 不过县府承诺会在两周内完成 拆除工程并全力协助守在居民 近新闻